南洋洋躺在伏墓上 開心享受日光浴 美國舊金山魚人碼頭2號 出現大批海獅 成為一大奇景 海獅叫聲此起彼落 讓遊客嘖嘖稱奇 不過每年7月底到隔年5月 舊金山魚人碼頭 都能見到海獅 慵懶身影 不過在今年5月的第一週 海獅數量就超過一千隻 成為繼2009年後 15年來數量最多的一次 而吸引海獅前來的秘密 就在這裡 原棍棍胖嘟嘟吃飽喝足 海獅們隨行所預測 躺趴睡完全沒問題 大家能如此愜意 也是因為少了海獅會害怕的原因 專家指出海獅的天敵 虎金和鯊魚不會到海灣觅食 加上碼頭還能幫忙 躲避風暴雨漲潮的威脅 比起在海灘橫躺 不如來這裡 游客勒見海獅們又胖又快樂 但碼頭管理員警告 這些為海獅體重特製的服務平台 已經快不堪負荷 如果再吃飽一點 恐怕就要上演鐵達尼號 勢必有些捷克無法上岸 靜新聞王家正蔡球邁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